大家好,我是杨 身体好不好,全靠皮的运化 皮区的人消化功能不好 有人喝水都会胖,湿气很重 还有一些人怎么吃都不长肉 身体出现了很多亚健康的状态 从精络入手,补皮健脾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推我们身体上的一条健脾线 就是在我们小腿部位,从三阴交学往上 到阴灵泉学的一条连线 首先我们来找三阴交学 在内怀间向上量四个横指 就是三阴交学 这就是内怀间 将手指四指并拢 小指一侧靠在内怀间的位置 另一侧靠近颈骨后方 就是三阴交学 在我们腿的前侧 这根大骨头就是颈骨 在它的后方就是三阴交学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用笔来标一下定位 从三阴交学沿着颈骨的后方 一直向上推 直到推不动的位置会感觉有一个凹陷 这里就是阴灵全学 同样我们也是用笔把它标出来 两个定位都标出来以后 就非常好找了 从下面的点一直到上面的点 这两点之间的连线 就这条坚皮线 如果我们在自己找的时候 不是太精准也没有关系 只要沿着颈骨后侧向上推就可以 用拇指的指腹 或慢慢地向上推 如果觉得发色 推某些精油或者润滑油 一定要记住推肉的方向 不要推反了 要从三阴交学往阴灵全方向推 也就是从下往上推 在推的时候 如果感觉有些点推着比较痛 要多推几下 将鱼肚部位推开推散 胖人大多都阳虚失重 很多胖人都看似壮实 视为虚寒 特别是肚子上脂肪多 游泳圈越来越大的人 更不能忽视体质的寒性 如果去摸这种胖人 他们的皮肤一般都是凉凉的 就是因为他们的身体 自己知道缺少阳气 本能的增加脂肪 以起到保温的作用 所以就有胖人多阳虚 而受人多阴虚的理论 每天见只这样推一推 有人会发现胃口变好了 又有人发现睡眠变好了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阳 咱们下期见